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 那個眾魔外道聖人的逝者 然後還是文書的問極品 上個禮拜師父因應新來的同學很多 所以師父又從頭講了整套 就是非常基礎型 你一定要知道的 因為這些東西你在外頭也聽不到 沒有人會把佛學跟科學結合起來講給你聽 上個禮拜你沒來 師父什麼時候還能夠再重講這一套 這個老實說我不知道 為什麼 這一整套其實挺費工夫的 所以有這個因緣你就應該要把握 最好是每一個禮拜都來 因為你才會建立一個成套的系統 你有一搭沒一搭到時候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聽到哪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回到正軌 我們的正軌就是已經講到了 維莫結晶的文書問極品 好 那我把那個佛教的名詞都從畫面上給刪掉了 你注意到嗎 好 所以這都不是嘛 這都不是佛教 這是一般的術語嘛 對吧 好 今天的主題是特別特殊的就是 要講即便是重模外道是什麼意思啊 心外求道的人 而不是說不信佛教的人 很多人誤以為不信佛教你就是外道 信佛教的人難道不是外道嗎 信佛教的人難道不是外道嗎 你信了佛教還整天只求拜拜 這不就是外道嗎 對吧 你向外拜拜 希望透過拜拜就能解決你的困境 這就叫做外道 心外去求法嘛 所以很多人誤解了以為 外道就是佛教以外的信仰者叫做外道 基督宗教稱其他非基督宗教的稱為義端 義就是一樣 天氣有一樣 端就是世端的端 好 那都不要停留在這種現象的說辭上 來自己困擾自己 外道就是心外求道的人 心外求法的人 不管你信什麼樣子的宗教 你心外求法 你認為說你去拜拜 你就能夠解決你的困擾 這就叫做外道 因為事實上是完全不可能 如果拜拜有效的話 請問中東戰爭超過100年 諸佛菩薩為什麼不去救啊 請你告訴我啊 中東那個地方是拜拜最 最嚴格在健行 每天一定要五敗 然後一定要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空間 朝同一個方向 可是我們看到 中東的戰爭是最嚴重 持續風佛連篇 超過了100年 超過了一世紀 請你告訴我啊 諸佛菩薩的慈悲哪去了啊 他們為什麼都不去救啊 所以這樣子的解釋是錯嘛 你以為拜拜可以解決事情 就我剛剛舉的那個案例 就告訴你是不可能的嘛 會戰爭是源於人的貪婪 仇恨的心 貪嗔吃三毒劇足 偏離了正道 然後每一個人都這麼做 引發大貢业 現在我們不是今年那個 氣候大幅的異常嘛 對吧 所以這個也是貢业使然嘛 因此我們必須要知道 要懂道理啦 你懂道理的話 你就不容易去怨天尤人 你懂道理了以後 你會向內觀照自己 反求諸己 而不向外去刀口朝外指向他人 那都是錯誤的 修行一定是反求諸己 是向內觀照 是內在的覺醒 你覺醒了以後 你不敢再胡作非為 所以你慢慢的煩惱減少以後 超越二元對立煩惱減少了以後 你強大你的生命力 因此你困難還在 但是你的生命力強大 所以你超越了這所有的因此 那些困難不再舒服你 王慈景要從中立趕來上課 對他剛剛開始學佛的人而言 他認為這是不可能嘛 完全做不到嘛 他來第一堂課就是來捧場而已嘛 看看師父的上課的風采而已嘛 沒有想到這個師父上課確實是有風采 所以他又想說我再來第二次看看還有什麼其他風采嘛 對吧 結果到現在他從來沒有缺課 而且以前他剛剛開始他都是遲到的嘛 然後師父對新人都特別 特別 這不叫慈悲吧 這叫縱容嘛 對吧 後來後來師父就統一說 從這一堂課開始我們要樹立 不要違規 因為違規就是負能量嘛 對吧 所以每一個人都嘗試要準時到達現場 結果我們發現王慈景大美女 也可以趕上了 所以世間的困難都是因為 世間法你做事的方法錯誤 你沒有技巧 出世間法 你業障很重 你就一直認為這是行辦不到的 我就是沒辦法 哎呀我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要用上 所以我因此趕不上 你要試試看嘛 你試了以後你終於知道 你的生命力原來可以如此強大嘛 對吧 不管面對財苦也好 病苦也好 官司的苦也好 家庭婚姻的苦也好 失業的諸苦 都是同一個道理 所以要施燦講 眾生若病 眾生如果有病 這個病絕對不是肉體的病 眾生如果有困境 這個病叫做困境 每一個人困境不一樣 他說眾生如果有困境 眾生若病 因同一病 應該就是同一個病 同一個困境 同一個業障 就是業障引發而來 業障打在財庫上 讓你破財 就叫做財庫 業障打在事業工上 讓你賺不到錢 讓你事業垮台 同一個業障打在婚姻上 讓你離婚 一樣的嘛 打在你的疾病上 讓你生病 打在你的人際關係上 讓你必須要打官司 那你說 我不想打在 打在那個婚姻上啊 由不得你 因為你過去是 用同一個惡劣的手法 破壞別人的家庭 所以你今生就是要來受 要來還這一個苦 你過去是用同樣的手法 宰殺別人 你今生必然要遭受宰殺 醫生的開刀等等 來還這樣子的業債 逃不掉 因果糟糟 黑端物理學家 在1953年 他就講 整個宇宙 按照一定的因果系統在進行 所以 英國律不是佛教的專利 是整个宇宙都有他运作的轨迹 都有他怎么过去怎么做 今生要怎么来还 是一定的运作的轨迹 所以不是佛教有因果律 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谨记 不要谨言顺行 师父经常讲的 所以我要回到这个主题 众魔跟外道 唯魔节大居士说 这都是圣人的适者 我们如果碰到邪魔外道就吓得要死 但是唯魔节大居士说 不用怕 这些邪魔外道通通都是我的适者 因为文书到他的卧室里头说 大菩萨你为什么连一个适者都没有 他说邪魔外道全都是我的适者 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这一个这么精彩的这一段经文 请你解说这个图好吗 123 GO 请你解说这个图 这个图 礼伯伯抱歉 因为我习惯看这边 所以这边我常常忽略 为什么呢 这样子的话我右手要指 这样比较顺嘛 这样子还要再倒过来 我练习这样 看圖說話是沒有對錯的 要練習嘛 你不練習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 你看傑宣 三天前進來的新人 他昨天都可以開始寫 對比回英文 你們呢 經常講我要開始寫的是施敬平 結果有寫嗎 到現在什麼也沒寫 對吧 坐以待斃 不如坐而憂 不如起而行 你如果都不寫 你永遠思維就是非常low的 是僵化的 一定要藉由寫回英文 寫回英文 你在內化師父的教導 成為你自己的己有 上個禮拜 王靖仁不就跟我們分享了嗎 他第一次要寫回英文的時候 看是很容易啊 他說連同一字他都不容易找到 比如說文書法教 然後等一下你又要寫文書法教 你想換一個詞都不容易找 對吧 如果你寫多了 你自然就會 文書教化可不可以 是嗎 你就變得很容易 而且你整套系統 你會內化成為你自己己有 這是寫作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開始寫作 最主要的原因 否則你還是在隔靴搔養而已啊 你看到的是師父的作品 但是那沒有成為你自己的值得引路嘛 你寫作了以後 像黃碧君老師 他從指揮寫書情文到現在 你看到他的那個新的報告 都有發給大家 對吧 你可以去查閱每一個人寫的 你會發現大家都在進步 所以你一定要越早跟上節奏 那個我常常講 有附台大聖民的那個 在在施敬平旁邊的就叫翁翠平嘛 對吧 我說你有附台大 台灣大學 台灣最好的學校的畢業生 竟然寫不出一個字來 對吧 我說你有附台大的聖民 他告訴我 唉唷 不知道該怎麼寫喔 唉唷 不知道該怎麼辦 寫 你說那個翁翠平他犯了什麼毛病啊 1 2 3 GO 他犯了什麼毛病 什麼毛病 愛面子嘛 對不對 沒有超越二元對立嘛 對吧 誰會管你 你寫的好跟不好啊 對吧 不會 大家都在練習啊 沒有一個人是生下來就會 你一定要從不會開始學嘛 對吧 你不能包贏不包書嘛 你一定是要面對我的軟樂 我的弱點 然後從那邊開始學起 你就會看到每一個人都都進步 黃書歐 你又沒學了啊 但是我沒看到啊 你要掛到 掛到的朋友圈 因為師父極度忙碌 師父的忙碌不是你們所能夠想像的 我不可能 經常到你的區塊去看 你大小姐寫了沒有啊 王靖仁大爺寫了沒有啊 是不是 那如果他要拖到後天才寫 那難道我也要天天都去看王靖仁大爺寫了沒有嗎 當然是以你掛到那個朋友圈為準嘛 你不掛到什麼朋友圈 Who knows 對吧 沒看到 很抱歉 你每一次都說 你有吧 你看吧 你LINE 我說我看不到你的LINE的什麼轉發 你就說我有啊 我也請陳嘉倫看啊什麼什麼 搞半天你根本沒加師父LINE嘛 對吧 被師父活逮嘛 對吧 所以你就是真的一定是要蒙心自問 你別給別人帶來困擾喔 好 我說你沒有 你自己就要去查 為什麼師父看不到我的作品 而不是刀口朝外 是沒用的 好 來 1 2 3 GO 這個圖 有嗎 這麼簡單的圖 你不知道嗎 然後我要講喔 你的發言喔 千萬不要又天馬行空了 你要知道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嘛 所以你的思維一定要緊扣這個主題嘛 然後從這個地方去發揮啊 對吧 你不能又千馬行空了 天上來一盞燈 然後我們家沒燈 所以剛好借來用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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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這樣子 這種發揮也是很好啦 但是離題太遙遠嘛 對吧 我初中我有一個同學 他們家就是真的沒電 他們家很窮 住在很遙遠的山邊 每次下課我都要陪他去 他那種黑色的 汽車用的那種電池 那種電瓶 他要去那個電瓶那個電 去跟他 他都是這個禮拜 就是換回來上個禮拜送去充電的 這個禮拜就是把新充好的帶回家 他們家真的很窮 但是他真的很優秀 對 生在窮苦人家 為什麼今生會生在窮苦啊 窮苦人家 就像上個禮拜我講 北大不是有一個學生被判處死刑嗎 就是因為他嫌他 他媽媽說 他爸爸已經往生了 他嫌他媽媽說 你為什麼這麼窮 你為什麼這麼窮 為什麼你讓我這麼沒面子 他就把他媽媽給斃了 對吧 好 所以一個人為什麼會生在窮苦人家 為什麼 先他吝嗇就到惡鬼道了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都不做功德嘛 你不做財布施 所以今生一定不會有錢 你財師 你才會能夠有錢 法師 做法的布施 轉發啊 為人解說經典啊 這叫法的布施 你可以得到什麼 達智慧 然後呢 無畏施 你可以得到什麼 健康的身體 無畏施 你搶救 搶救那個 眾生的苦難 於刀口上 對吧 你看有一次我們要回家了 那個 講路啊 他當然坐我的車 我當他的車夫 對吧 他在路上他就說 你看你看啊 那貓好可愛喔 然後我都沒有回應 他就說 你看到嗎 就在那 他又看我沒有回應 他知道 師徒兩個人差距太大了 我看到貓在幹嘛 受傷歸一 替他求懺悔 受傷歸一 為他發自弘事怨 他看到貓是說 你看他好漂亮好漂亮 你看到沒有啊 對吧 怎麼會差這麼多啊 你沒有養成習慣啊 你無視於眾生的存在啊 是不是 每一次我聽到那個 救火車也好 救護車也好 我第一念 就是想要什麼 趕快念佛 念佛 尿其祥如意 讓這個搶救能夠成功 救火能夠成功 救護車受傷的人 或者是病危的人 他能夠圓滿被搶救 乃至於全世界整個空間 所有病苦的人 可以因為我的念佛而得救 你應該要養成這種習慣嘛 對吧 你怎麼可以無視於眾生的存在 然後每次天天都只是 我這是學佛喔 我這是學佛喔 平常口頭禪 這樣子不好 你要腳踏實地 你要看師父 每一次師父的視線 值得你反思嘛 對吧 我剛剛舉那個例子 就活生生的例子 對吧 後來蔣路瓦他覺醒到說 師父為什麼都沒有回應他 師父都沒有表情 他就警覺到師父是在為那個貓咪 貓咪做三龜衣 那貓咪走掉了 你怎麼辦啊 是不是貓咪走了 就不用為他做三龜衣啊 貓咪聽到你的三龜衣是靠著頻率 你的頻率跟他的感應嘛 對吧 所以我們的三龜衣不是要先求懺悔 然後再為他做三龜衣 然後再為他代發四紅十願 可是對移動性的動物 因為他瞬間會離開你的視線 你應該要先做三龜衣 三龜衣做完了以後 替他求懺悔 然後替他代發四紅十願 所以師父在教那個放生魚鬼的時候 就有講 這三段你應該要背起來 你不背起來 你看到流浪動物 你即便看到你便沒辦法救他 這個都是漸行 好 回到這一個 這一個圖檔來 1 2 3 go 有嗎 好沒有 王富中 你看楊通這一招多好用啊 你不敢看我的我就是一定會點你啦 楊通這一招果真大博士 師父還有各位學長 那我看到這張就是開場的圖 我第一個念頭就想到說 它是一個微弱的蠟燭 然後因為有一個很暗的環境 讓它能夠凸顯出它的光亮 那如果是這樣看起來好像就會變得說 我們原本擔心 如果把黑暗視為一個比較負面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某個程度也是反映說 在一個環境裡面 其實它也能夠襯托一個微弱的燭光 所以我們其實在思考這個所謂的 把它如果把它視為不好或好的時候 其實都是自己的執著 應該要超越這樣 它一定是一個黑暗一定代表不好 還是白天一定代表好這樣子 以上 好 ok 因為像這種發言都是沒有對與錯 但是失誤還是會點評嘛 對不對 不會點評各位的發言 師傅會告訴大家 我當初選這張圖 它要代表什麼 對 這邊 這邊很弱啊 原來這邊很強的 好 來 好 你替這邊發言一下 好啦 搶救一下 他們那邊 你看高國元老師都到這邊來 哇 這邊又得到加分了 哈哈哈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們看到這些凋零的這些枯葉呢 會就像我們看到眾魔外道 或是對一些人或一些眾生 我們覺得啊它就沒救它就那樣 但是那我們這個燭光 就是即使是這樣的眾生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幫助他覺醒 為他的這個生命長河有一盞燈 讓他覺醒 點亮他的生命 謝謝師傅 嗯 好 好我們看到那個黃碧君老師現在 他真的是進步非常多 從原來都 那跟大家一樣嘛 他新人 嗯 才來的 但是他因為有參與寫作 然後 思維 快速的拔高以後 你看他今天也參與 嗯 計時喔 對 所以每一個人應該要向他多學習 掌聲鼓勵 我們班上這會給予掌聲的是誰 凡其偉 對 你那天沒有來上課 我們好懷念你喔 嗯 呵呵 師傅講了多少次就說 欸那天啊 那天我講了多少次 對 是是 他我知道他有聽 他有聽 我怎麼知道啊 因為他有回應說 那天的課程怎麼樣怎麼樣 對 好 那師傅來講喔 欸還有我要提提醒大家 如果你答對的話 你這邊會有那個為答對的同學 準備的特殊的法寶 下課因為都很緊張嘛 對吧 我會放在這邊 放在這個位置 你要學會自摸 好 於是我就帶回去了 我就沒有了 我就不再補發了 好 師傅的法寶最貴重的就是加持率嘛 對吧 一個修行人 他的加持率 不是用錢能夠買得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 那個勇猛精進的結晶 幫助眾生發大慈悲心的結晶 所以你應該要重視到這一點喔 師傅選擇這一個光 這張圖來代表什麼呢 這個黑暗 我以黑暗來代表眾魔外道 眾魔外道他也是眾生之一 所以你不能說他對還是不對 他只是迷失沒有人為他指燈引路 所以呢他迷失在黑暗當中 他人海茫茫看不到方向 所以師傅特別為他點這一盞燈 告訴他說你千萬不要恐懼 你千萬不要自甘墮落 你要朝著這個燈靠過來 這就是真理的燈 就是唯摩結晶 所散發出來的直燈引路 然後唯摩結大居士他說 這些眾魔外道都是我的逝者 為什麼他要這麼說 因為他們也是眾生嗎 對吧 他也堪於調教嘛 為什麼他要當我逝者啊 我把他當作最重要的人 你看吧 你看到現在現存的大助詞 他過去一定這一世喔 不是過去世喔 已經曾經擔任過逝者 你要知道逝者不是一般人能幹的 像我當老上逝者的時候 出活細活都得幹 出活煮飯 雖然我沒有辦法煮給那個 那個寺院一兩百個人吃 但是後來師父就是無名長老 要我幫他私人煮飯 他吃的食物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他喜歡吃麵食啊 喜歡吃水餃啊 所以出活就是煮飯啊 還有運衣服啊 洗衣啊都得幹 細活就是寫信 招待外賓開會 這些都是細活 然後發信 發信總統啊 還有官方啊 各方面 還有安排會議啊等等 出活細福 或 逝者 都得要挑起來幹 聖人的逝者 意思就是說 這些邪魔外道 我們以為 他好low喔 他什麼都不懂 他很愚痴喔 但是 在聖人的眼裡 他都是可以調教的 他都是可以調教到 他可以輔佐你 你不能沒有他 這麼重要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要用這些落葉 這些落葉 來彰顯 他現在雖然是枯萎的 但是經過你的調教 你的這個光的照耀以後 他可以活起來 他可以為我所用 同時經過我的調教以後 他可以幫助所有的人 這麼重要的毅力 就是從這張圖裡頭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對 三寶哥的第一句話 宇宙彈案 整個宇宙彈案 彈就是 甚深的案 就像這個一樣 誰其以光明 誰能夠給他光明 就是這盞燈 這盞燈從哪裡來 維莫大街 大居士的獎金說法 所以為什麼法布施這麼重要嗎 對吧 法布施你幫助所有的眾生長智慧 讓他把智慧打開來 幫助他打開光明 這個就是法布施的重要 好 那我們要盡快了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眾魔外道聖人適者 然後這有一個他的經文大致上是這麼講的 文書問 唯謀節大居士 為什麼你的屋裡頭沒有適者 然後 唯謀節大居士就說 眾魔外道 都是我的適者 然後 為什麼呢 這一句就講為什麼 他說眾魔 他這個不是樂 這是要念要 要生死 他執著於生 執著於死 他的貪生怕死 這都是執著的一種 然後菩薩他把眾魔跟菩薩去對照 這個魔要指什麼 是張牙五爪的那種嗎 還是青面獠牙的那種魔 魔是心魔 你的心很貪生怕死啊 我現在什麼火災來了 然後你就想 哇趕快救我們家的人 其他的人 其他的家人我就是管不著啦 這不就貪生怕死嗎 是不是 好 所以這個魔永遠是心魔 而你不要把它想成青面獠牙 那個叫做你就栽在這個外相上 對吧 眾魔就是你的心念申請的貪生怕死 你的心念突然愚痴了 然後你貪生怕死了 特別是長者 他離就是說生命的盡頭 越來越近的時候 他難免害怕了嘛 對吧 但是你是根本不需要怕 為什麼呢 生命這一期結束還有下一期 而且就終極本質而言 你的終極本質是如如不動的 是不受到你受那個歲數的增加 壽命的減少而受到脅迫的 終極本質他始終是如如不動 他是展現出來任何一個因緣 他都可以接納 因為他本身是如如不動的 這個觀念是特別重要的 今天看看有沒有時間講這個終極本質 然後唯魔節大居士 又把眾魔跟菩薩來對照 菩薩也不是指文殊菩薩 觀音菩薩都不是 菩薩就是指你心裡頭的那一個光明面 你的心裡頭的光明面不捨生死 就是對於生跟對於死 你沒有任何的執著 你是超越了 因為生死是二元對立 你已經超越了生死的束縛了 外道就是心外求道的人呢 要就是執著於諸見 諸見我所看到的每一個 比如說看到五色 《道德經》不是老子講 五色令人目瞞嘛 五色就是花花的世界令人目瞞 看到眼花撩亂 然後五音 咪咪之音令人耳聾 然後五味五種美好的食物令人口爽 十層田裂心發狂 雌辰田裂很多人那個市面上的解禁 你千萬真的千萬別不用看了 雌辰田裂他把他解釋神說 你去打裂的話心就會發狂 那大家都不用去打裂 為什麼精神病院那麼多人啊 詹黎晶有沒有去打裂啊對吧 所以他這樣解釋是不對的嘛 雌辰田裂心發狂就是 你繼續追逐五音 你繼續追逐五色 你繼續追逐五味 無窮無盡的追逐 讓你心發狂 讓你永遠沒有一個盡頭嘛 你就是不斷的在害怕失去 這樣追逐心的叫做 所以這個就叫做諸見 外道心外求道的人 執著於各種五音五色 然後五味所看到的任何一個 菩薩諸見不動 菩薩也看到了五音五味 然後五色 但是不動是什麼意思 不受到五音五色五味的迷惑 然後他是如如不動 與終極本質合一的狀態 好 快速的簡介主講人 學術背景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兩個碩士 中教學碩士佛學碩士 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講座上百場落在全球每一個角落 再來就是現任學術宣告知學人的首席執行官 這是指世間法 初世間法是精神導師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理事 歷任也是比較國際化的 比如福恩大學 紐約長島大學合作案的CEO 海綿佛學院的教務主任 海綿師的書記 上個禮拜我有講說 我回應江明珠大菩薩的提問就說 對於以前不同宗教信仰的這些神明雕像 是不是應該要打包起來藏好 那我就講到說 我現在的療房就有九天玄女 是我的地理風水地理的指導老師 然後我的指揮斗樹的那個主師爺 呂先祖 我忘了介紹2007年的時候 是2007嗎 對2007年 我們系主任就是福大宗教學系的系主任 他當然是天主教 他送給我 因為我就是那個CEO表現太出色了 他就送給我一個在他眼裡最尊貴的禮物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一尊聖母瑪利亞 黑色的聖母瑪利亞 我一樣把他講起來 我並沒有說我是佛教徒 你怎麼可以送給我這個聖母瑪利亞 一副像見鬼一樣 對吧 是不需要這樣子嗎 對吧 都是尊者 你要用恭敬心向他學習他的慈悲喜捨的精神 因為他很小 我哪一天可以帶來給大家 讓大家見識一下 曾經大律師的那個我忘了帶來 我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忘了帶來下個禮拜 你失職了你要提醒我 開場視頻 你的peace我的成長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流浪漢已經年脈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街面上乞討 這個紙杯就是他的辦公用品 工作內容非常簡單 就是對經過的人說 因為只要業績好 晚上就可以找個收容所住下 但如果業績不好也就只能露宿街頭 這天他遇見一位貴人 女士掏出二十刀放進紙杯中 流浪漢連連道謝 因為今天女士幫他提前完成了業績 他除了不用睡大劫 甚至還可以吃頓好的 流浪漢問道 你為什麼願意給我這麼多錢 女士回答 我一直相信 這次回答 回答 女士剛要起身離開 流浪漢便叫住她詢問名字 女士簡單的介紹了自己 她叫莎拉 就在對面工作 莎拉走後 流浪漢也沒有多想 可她怎麼也想不到 一次偶然的相遇 卻改變了她的一生 流浪漢想把紙杯裡的錢倒出來 沒想到紙杯裡竟然還有一枚戒子 她知道這是莎拉的戒子 應該是剛剛不小心掉進去的 她連忙起身想把戒子還回去 可莎拉早已不見蹤影 流浪漢四處尋找 但都無果而終 就在流浪漢準備放棄的時候 她路過一間當鋪 她猶豫再三還是進去了 流浪漢首先詢問戒子的價格 老闆驚訝的看著她 經鑑定 這枚鑽戒價值四千刀 而且是上等的鑽石 流浪漢驚呆了 這麼大一筆錢足夠她半年花銷 老闆也不想放過收藏的好機會 連忙拿出錢放在流浪漢面前 流浪漢猶豫片刻做出一個決定 她不當了 因為她想起了沙拉那句話 老闆再三詢問 你不想換錢了嗎 流浪漢說我不換了 正因為這個決定 改變了她的命 這個流浪漢去披薩店點餐 一轉身碰到一個西裝男 流浪漢趕緊道歉 可西裝男並非善累 她不但沒接收歉意 還對著流浪漢一頓侮辱 大爺只能再次表達歉意 西裝男一邊抱怨一邊走開 隨後點了一份披薩回到座位上 繼續工作 不巧的是流浪漢也坐在旁邊 西裝男嫌棄地捂著頭 接著服務員送上一份披薩 西裝男剛要準備開動 流浪漢卻不客氣地拿起一塊披薩 自顧自地吃了起來 西裝男非常憤怒 一把拉過盤子 也拿起一塊披薩吃了起來 流浪漢看著他吃的正香也沒有說話 這時盤子裡剩下最後一塊披薩 流浪漢拉過盤子剛準備吃 西裝男問道 真的嗎 你會拿到最後一份披薩嗎 不 聽到你餓了 這裡 西裝男終於火山爆發 對著流浪漢吼道 你必須欺負自己 你必須外出 你必須欺負其他人的食物 流浪漢一臉吃驚 這時服務員再次送上一份披薩 對著西裝男說您的餐請慢用 西裝男滿口否認 說我已經吃完了我的披薩 服務員連忙解釋你們點了同樣的食物 剛剛那份是這位大爺的 此時的西裝男恍然大悟 原來自己一直在吃流浪漢的披薩 此時的他彷彿經歷了社會性死亡 他反覆道歉 並詢問流浪漢為何只剩最後一塊還願意分享 流浪漢回答 西裝男再次表達歉意 並邀請流浪漢一起分享這份披薩 兩人就這樣度過了愉快的午後時光 可流浪漢還沒有忘記 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流浪漢無意中撿到一枚戒指 於是他開始尋找戒指的主人 這天他來到一家公司 向員工打聽一位叫沙拉的女士 沙拉見到流浪漢非常驚訝 他還以為流浪漢遇到了什麼困難 可流浪漢卻拿出一枚鑽戒 沙拉拿著鑽戒激動萬分 因為她一直都在尋找戒指 沒想到有人還會換回來 沙拉不明白流浪漢為何會還回戒指 她明明可以換一筆錢供應自己的生活 可流浪漢回答說 因為你曾經幫助過我 這是我的本分 並且一位充滿智慧的女士曾經說過 沙拉面帶微笑再次感謝 因為這枚戒指對她極其重要 同時建議沙拉可以為流浪漢開一個捐助網站 以故事為原型 向人們介紹這位善良的人 沙拉立即開通網站 並且講述了他們之間發生的故事 想不到網站迅速傳開 很多人通過網站捐助流浪漢 短短幾天捐款金額竟達到了19萬刀 不久沙拉再次找到流浪漢 她拿著一個黑色的包 說是給流浪漢一個驚喜 流浪漢接過禮物 打開一看滿滿的現金 她簡直無法相信這些錢全都屬於她 於是詢問了事情的原有 沙拉蹲下告訴流浪漢 我把你事記傳到網站上 這是全世界對你的善意 你再也不用流浪街頭了 可以用這筆錢買個屬於自己的房子 流浪漢簡直不敢相信 不斷的感謝沙拉送走沙拉後 她在包裡找到一張字條 上面寫道 付出總會有回報 影片到此結束 付出總會有回報 善良也會在善良人的手中傳遞 她可能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好了今天的電影《善有善報》 就說到這 好 哪一個人要來分享一下 你分享的時候千萬別在解說裡頭的內容 不需要的 你需要講你的感悟 不需要再接受劇情 因為劇情失誤還會再介紹一遍 好來1 2 3 go 王滬中已經得兩分了 今天這邊徐經文開了室了 那其他 蔣榮麗你來 你也是非常優秀的一位 你來發言一下好嗎 蔣榮麗就是沈榮海的弟弟 師父 各位學長 阿美阿鳳 請坐 請坐 非常好 我 看了這一個視頻之後 對 就像 一般 我們這事情 不一定要得到回報 有時候 無所得的復吃 那種 心中的喜悅 可以 帶來好像是 無限的喜悅 雖然是 無所得 但是 我感覺是 無所不得 阿不是說 復吃就是為了得到很多 這樣反而 這個心裡會更坦然 就像 我的感覺就是說 阿 心美的人 到哪裡 哪個地方都是很美 阿如果心 不美 閒東閒西的人 對 他就是到了天堂 他也是 閒東閒西 也是黑暗一片 對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那個 蔣榮令要 要傳達的 就是超越得與不得 對吧 超越的 超越二元對立的 好 非常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師父趕快來進入 師父為大家準備的 發生在 State of Arkansas 就是阿肯色州的一個 兩個男士跟還有 乞丐與姑娘的生命故事 你看到那個 阿肯色州 就是阿肯色州 這中文很繞舌 你看到這一州 你有什麼感受啊 柯林頓的家鄉 對 非常好 他是在 米西西比 就是 密西西比河 流域 對 中文太繞舌了 他是在 密西西比 這個河流域 還有 臨近 Misery 就是 Misery 就是臨近 臨近 然後他是 就是 克林頓總統的家鄉 然後他 這個州很出名的是 是產鋁 全球的鋁的 鋁的土 阿鲁米的那個土 原料 來吃他 但是 現在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像我那個年代 師父七十幾歲吧 我出生那個年代 我們的鍋很少用 不鏽鋼 都是鋁鍋 有沒有 後來證實 鋁是製導致老年痴呆 所以現在已經很少人用鋁鍋了 鋁都是工業用了 所以 阿肯斯斯這一州 除了產鋁以外 還有 稻米 稻米也是他非常出名的 好 現在我們要來講這個故 生命故事 姑娘她無意間遺漏了一枚鑽 鑽戒到乞丐的那個接收桶裡頭 姑娘同時留下來一句 影響這個乞丐一生的名言 她說付出總會有回報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乞丐的 後來然後就換到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乞丐她去餐廳 因為她有錢了 因為那個姑娘給了她 就是她樂捐給她比較大的一筆 所以她就拿了這錢去餐廳吃飯 然後乞丐order了一個披薩 跟那個紳士男剛好坐在對面 可是兩個人 紳士男心胸是狭隘的 她就是一直指著這個乞丐 一直偷吃她的披薩 對吧 後來終於搞清楚了 原來是這個紳士男她搞錯了 原來她吃的是乞丐點的披薩 然後紳士男自己點的披薩是厚到的 然後紳士男有問她說 我對你這麼差 我這麼修理你 對你給你臉色 你為什麼還是對我好 那這個乞丐告訴她什麼 告訴這個紳士說什麼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我的付出總是會有回報的 她就把那個姑娘給的話 送給了這個紳士男 後來就是這個她想辦法 乞丐想辦法把這個傳介找到Sara 所以我們今天有披薩也有Sara 對吧 然後這個Sara她就為她在網站上面 把她的事蹟 十經不昧的事蹟為這個乞丐 創造了變成乞丐一夕之中 之間變成了網紅 來自全球為這個乞丐點讚 而且還樂捐給她的高達19萬美金 好所以她就於是變成一夕之間 就是變成是有錢了 她是以戲成為網紅 得利於這個傳介的施主的協助 我現在要您省思的是這個名言 付出總會有回報 請你做出省思 你認為這句話怎麼樣 付出一定會有回報 而且在影片的最後那個主持人還講說 不只是會有回報 他也許會遲到 這個回報也許會遲到 但是總是會到 所以請你告訴我 這句話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1 2 3 GO 來好 付出總是會有回報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 這個 這個比較不熟 我覺得那是要看你的發心 情不情景 然後才決定你會得到什麼回報 謝謝師傅 就是要發心來決定 善有善報不一定是 你是要說 這是不一定會成立的 善有善報不一定成立 是嗎 是這樣嗎 這邊好了 來 音樂 來 師傅 師傅 我對這個感覺是 我們要付出 並不需要得到回報 因為要超越二人堆力 油跟五 這種清淨的心的時候 這種感受 會後來得到的東西 你不就跟抄襲講容力的嗎 你可以講一點別的嗎 付出總會有回報 很多可以講的 很多可以講的 來 江明珠 別人講過的一定不能再講了 否則整個晚上講來講去都一樣 師傅 那個 江明珠試著回答師傅的提問 我的反思是 做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不要帶有任何想法 譬如說 其實我當初只是一個師傅說 你要不要試著寫回應文 寫心得報告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 一個 師傅一個念頭 其實我就是照做 那做的結果呢 因為那個 王靖人是我的接引人 所以他 他看到了 他就跟著做 那做了以後呢 他就每次就會來問我 今天又有什麼功課 所以我可能做了 做了一天 可能我想要放棄 結果他就一直來問我說 今天有什麼功課 幾點要做什麼 那我就會很認真 越來越認真的去注意 每一件事情 對 那個什麼時候功課 什麼時候要完成 然後就這樣子一個正循環帶斷 就是師傅講的 利他 是 利他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回饋的就自己 其實在寫心得報告 跟寫回應文 我最大最大的收穫 其實是改變我工作的品質 謝謝師傅 改變工作的品質 就是因為你心已經開始逐步在覺醒了 王富忠點評王靖仁也講說 王靖仁逐步從執著當中解脫出來了 對吧 為什麼會解脫出來 因為心覺醒了 心覺醒一定是從我執跟法執解脫出來 就是兩個執著啊 會讓我們產生煩惱的永遠是這兩個關鍵的因素 一個是我執對人我分別的執著 因為人我的分別而產生做事方法的 或對真理認知的不一樣 這叫做法執 先從我執開始衍生成法執 也跟著不一樣了 所以為什麼說寫回應文這麼重要 你不斷的內化以後 內化是什麼 你向內觀照了 你不斷的向內觀照以後 你會慢慢的感知到說 生命是什麼 我應該要怎麼正視我自己的不堪 我不需要再掩飾嘛 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我應該要正面的看清楚 我的弱點我的軟樂 我怎麼樣我可以超越這些軟樂 所以這句話我認為是特別有問題的 付出總會你看吧 總會 就是代表他有期待 他認為付出一定會有回報 可是你如果一直抱著期望的話 可是你一直等不到這個回報的時候 你開始心生煩惱了 是不是 師父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為那個 為我們搬運大杯水的那個張天丁先生 我沒有見過他十幾年嘛 對吧 他為我們送大杯水已經十幾年了 但是師父從來沒有見過這一個人 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他在為我們搬運 因為本來是大榮在搬 後來大榮他也不願意 他覺得蔣諸華他們有一層樓是沒有電梯的 你要知道 那幾十箱的這個大杯 礦泉水要搬上樓 但是一般人是不願意的 大榮就不願意啦 但是張天丁他願意做這件工作 所以我感恩他 我雖然沒見過他 他也沒見過我 我知道他很辛苦 就是工作不容易 賺的是血汗錢 然後家裡是窮苦的 他的愛人那天也有來放生 他的愛人在洗腎 已經洗了非常多年了 所以師父從來認識他沒有見過他 一直每一次只要他來搬運大杯水 礦泉水 我一定為他樂捐 然後樂捐的收據交給蔣諸華 同時交代蔣諸華 你除了給他這個樂捐的收據 你還要給他師父開關的法寶 十幾年我從來沒有中斷過 這個就是付出不求回報 我也沒有期待我有一天我能夠 見到廬山正面目沒有 從來沒有 你看他那天要來放生 我也不知道 對吧 不期而遇 這個就是你付出 永遠不帶任何的回報 就是說你的心是親近的 什麼叫做親近 不思善不思惡 你不被善與惡所束縛 你這個總有回報 你就被回報給束縛住了 是不是 你的心親近 不思善不思惡 不思德與不德 你才有強大的生命力 常常有一些徒弟進絕圈 就是為了帶著目的 比如說有一位楊春彥 她的爸爸是胃癌 胃癌開刀了 復發了 然後她才想要加入絕圈 是帶著目的而來的 我不是說你不能帶著目的 但是你的加入絕圈 如果只為了要幫助你的爸爸 從胃癌當中復甦過來 我敢保證你不可得 為什麼 你的窗子就開得這麼小了 你如何跟諸佛菩薩的那個加持是無所不在的 是盡虛空騙法界的無所不在 24小時365天從來沒有休息的 任何人都可以去攝取諸佛的高能量 你為什麼只開這麼一小扇窗啊 那你爸爸會搞到胃癌 一定是能量特別的低嘛 你開這一扇 這麼小一扇窗 能夠治療你爸爸的 能夠搶救你爸爸的胃癌 必然是不可行嘛 你應該要把門打大開 把門打大開 你門要怎麼打大開啊 師傅常常講 你要開這麼大嘛 開這麼大的話 你必然可以 設取諸佛更多更多的高能量嘛 你才有可能救你爸爸嘛 是不是 楊春宴這件事情提醒大家 你如果是癌症病人的話 很多人誤以為你開刀 開刀了就沒事 錯了 開刀還會再復發 楊春宴的爸爸 楊昇和和老菩薩 就是復發的一位 這是第一點你一定要注意到的 第二個 你帶著目的而修行 是不可得的 因為你的這個太小了 你為了救你自己的財苦而修行 你會改善 但是你得不到根治 那你要怎麼樣啊 你要怎麼樣 你要像師父一樣嘛 對吧 你不要帶著任何的目的 我幫助任何人從來沒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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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的那個張天丁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嘛 我不認識他 我也從來沒有expect 我什麼時候要見到他 都沒有 我只是覺得說他太可憐了 這麼年紀那麼大了 還要扛著這麼重的水 我就是感恩的心 然後希望這個高能量 食物加持的高能量 能夠帶給他認清楚這個 今生的苦 是因為過去是 你不願意幫助別人嗎 你的善行太少 功德太少 導致於你今生賺錢不容易 終於他有機會來聽經文法是不是 好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你一定是要 站在超越二元對立的 終極本質 超越二元對立 你自然就觸及了終極本質 你現在行善 但是你還是有所求的話 你只是行善而已嘛 行善還是兩百到七百的能量而已 但是我超越二元對立的話 直接觸及終極本質是高能量 好 所以我回答你 剛剛你回答不出來那個 你自己的答案 你沒有想得很透徹 我說你的善行一定就是好的嗎 我舉一個例子吧 很多有錢人不是都是 樂捐幾千萬嗎 特別要節稅的時候 三月到的時候 哇好多喔 冒出來了 捐那個什麼警車一百輛 對吧 這樣子的做法 這也是善行啊 是不是 我們不能說他不是善行嘛 對不對 但是他的出發心是有問題的嘛 他的出發心是 付出總會有回報 我的回報就希望我能夠節稅嘛 對吧 那你這樣子你的出發心 就不是高能量啦 你頂多就是正能量而已啊 是不是 對 你看師父救張天丁 絕對是高能量 為什麼我敢保證我的課堂 必然是高能量 師父所做所為的每一件事情 我沒有任何的奢求說 你要給我什麼 或者是說我希望有什麼回報 沒有我永遠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我永遠是沒有 沒有奢求任何一丁點回報的 你有任何奢求的話 即便你行善 你還是只是正能量 但是師父超越二元對立的 必然就是觸及了高能量的門戶 這個生思難由乞丐的披薩裡頭 得到了什麼樣子的啟發 得到了什麼樣的啟發 生思難得到的啟發就是 我也要同樣的方法去幫助別人嘛 對吧 而不是不斷的指責別人 事情沒有弄清楚以前 不斷的指責別人 行善是高能量嗎 那這個就是你的問題 這是要看出發心啊 你的出發心還是為了節稅的話 那你也只是大家眼中看到你是一個大善人而已 對吧 但是你不是觸及高能量的那個 那個無人大師同體大背 如何可以進入高能量啊 這個行善只是正能量200到700 同樣嘛你想要賺大錢可以啊 你不能只是停留在200到700 你的所作所為要直接觸及到高能量嘛 你要怎麼樣進入高能量啊 要怎麼樣 這樣不會嗎 這麼答案就已經這麼清楚了 你就是要超越二元對立嘛 你要像師父一樣 沒有任何的目的的 不是設定一個目的就是說 我一定要希望我的兒子考上太大 我隨便亂舉 剛好舉到你們家啦 你就是不能帶有任何的目的的 你一帶有任何的目的的話 你的窗子就突然變那麼小了 是不是 一樣嘛 劉曉玲我看你太有目的了嘛 你的每一筆樂捐都是鎖定你的 你的爸爸 劉水晶媽媽 李悅兒 你現在要嫁到你哥哥 劉安利 你永遠都是有目的的 包括現在你要為你朋友 他的朋友那一棟樓就是有人要放火 公共安全罪 他要為那個朋友 但是你還是局限在 你還是有目的嘛 這個問題王富中在去年 他就提過這個問題 他說他想 師傅一直講要立他要立他 要沒有目的的 就是幫助所有的人 然後王富中每次都 他的同事有困難 這個困難要請師傅回憲啊 等等等等 這個人有生病了什麼 他有一天他突然覺醒了 那我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我的立他還是永遠只局限在這幾個人 對了 所以你的立他不能只局限在 我要救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我的哥哥 然後我的朋友 風田大郡所有的諸戶 你太狹隘了 是不是 就像師傅聽到那個救火車 馬上持咒 念廟吉祥如意 同時回向給普天下所有受到火災威脅的人 你不是只為了救一家嗎 對吧 你所有的普天下 同於苦難的眾生嗎 對吧 我現在很窮 我的生意不好 舉例的 那我希望能夠 我的事業能夠好轉起來 要怎麼回向啊 林柔你要怎麼回向 我會回向給所有苦難眾生以及幫助過我的大菩薩 還有一些需要幫助的那個人 他這樣子的回向有沒有瑕疵啊 來1 2 3 Go 師傅 各位學長 Ong A Vila Hong Kachara 那個 林柔這樣這樣的回向沒有 直擊到要害 就是師傅常常在 在課堂上常常跟我們講說 是跟我們一樣的眾生 有受到傷同的病苦的眾生 一樣要受到解脫 就缺了這一項 就是沒有這一項 好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所以回向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先回向給 法界一切眾生嘛 上至佛下道地獄道所有的眾生 這是總體回向 第二個除了有財苦的眾生 以外 你才從哪裡來 從事業來嘛 你不會從天上圖王飛下來嘛 對吧 回向給有財苦有失業苦的人 還有跟我一樣受到這個財苦 逼迫的所有的苦難的眾生 對吧 讓大家都能夠得到解脫 是嗎 應該是要這樣子回向 所以你看你們的回向 其實真的是非… 你沒有檢驗 你都以為你都做的對了 但是一檢驗起來 到處都是疲漏嘛 然後你倒過來說 諸佛菩薩不可信 為什麼 我信那麼久了也沒有改善 對嗎 是因為你的方法有問題 你的知見也非常的有問題嘛 對吧 然後還有什麼 蔣努華你不是對靈柔有些什麼看法嗎 各位同學還有法師 阿威瑞紅茶茶茶 我覺得靈柔退步很… 你那個on沒有出來 你是阿威瑞紅不對 on阿威瑞紅茶茶茶 我覺得靈柔這幾個月退步得好厲害 然後自從她接引孫夫婿來到課堂以後 就發現一路的退步 可能是因為初步的達到目標以後 就鬆懈了 那那個我覺得再來是 有很多我自己的感覺 健行出了問題 譬如說也知道說吃素類似這樣 吃素我現在從事的殺生的工作 我每天接觸這麼多陰魂 那我還要解脫 從這些陰魂裡面解脫出來 我連最基本的吃素 不去再傷害其他的眾生 我都做不到了 我怎麼從這一個事情解脫出來 所以我覺得健行 那個任何像剛才講 付出總是會有回報 我的回向 我的轉發 我到底有沒有出發心我對不對 我是為了我的父母嗎 我是為了要賺錢嗎 我是為了要脫出這個事業的困擾 所以我才要來轉發 而不是說我是為了 為了我身邊苦難的眾生 台灣現在面臨這麼大的危機 結果我還每天在醉受夢死 連個轉發我都不願意 我真的希望說能夠看到 我今天為什麼像法師剛才在講 我都沒有回向給那些 沒有三歸一等等 我都很慚愧 因為法師就在我旁邊每天在做給我看 我什麼都不做 那我真的同時說解決法 我相信法師從我媽媽從一個植物人邊緣 到成功的二十年的生命 絕對是一步一腳印走出來 法師傳出來的確實是有效 但凌柔為什麼現在看不到 因為凌柔的決心不夠 你做的連吃素都不願意做 你每天卡那麼多陰魂在身上 你如何去解脫 所以我可以知道他一定不成功的嘛 好 聽聽凌柔的回應好了 也許凌柔有些什麼困難吧 師父 學長廟集 王阿維拉鳳卡丘 其實我從接近師父的時候 我是做婚室沒錯 但是我的心態是清靜的 因為我是往我的師父的開導 開示之方向走 雖然剛才目前看不到眼睛 等等等等 你這個資金完全不對 他剛剛講說我是吃婚食沒錯 但是我的是我的心是清靜的 這完全是不通的 我是要從 你做殺生的行業 你如何你的心能夠清靜 對吧 我目前是慢慢在解脫殺生的行業 因為以前我們有賣毛細 但是我們現在不賣了 因為客人來說賣 我們都是用放生的方式了 所以我已經不做了 所以我現在慢慢朝那個事實的方式做 我們很多產品都已經慢慢推廣直輸了 不是沒有在做 因為我現在困境需要賺錢 但是一下子錢不改的話 我客人是慢慢改 是我的錯 但是我會認真的改 我也差不多我的酵素方面在推廣 所以我最近酵素推廣很好 像蔣學長那天跟我講說 我不能在網路上PO那個我們酵素的廣告 但是我 我是無意間分享到給蔣學長 我懺悔 是我不應該發分享 因為我是不小心發到的 但是我需要像塑膠島 我需要在網路上推廣我的產品 因為我是酵素是天然素食的 天然的東西是喝的跟洗的 所以我也是也想朝這個方向再鋪路 所以說我蔡委說我做的不夠努力不夠好 但是我還是會更努力在做 我其實但是我還是要講出來我的想法 就是說你在沙生的行業 你宰陽都已經19年了 都沒賺錢 為什麼你既然都虧損了19年 為什麼你還在這個載陽的這個行業裡 對吧 這是不應該嗎 這就是大魚吃嗎 對吧 你為什麼縱容自己不斷的虧損虧損虧損 然後挖東牆補西牆挖東牆補西牆 這是不對的呀 你那個時候你不夠老實 你那時候2018年來情境十五第一堂課 來就是來進入這個課堂的時候 跟就2018的第三堂第四堂課 你告訴師父 當然第一堂課師父就知道你負債累累嘛 對吧 然後但是你是說你是被騙的 你並沒有說你的營運有問題 你說你是被騙的 好那師父的回向當然是從解脫你的被騙開始 隔了兩三個禮拜 你突然來告訴師父說你要開店 我說哇你現在業障這麼深重 你要開店不會賺錢 然後你就說因為你需要現金 我說好吧你需要現金 那你就 我說你可以去當業務員對吧 你去當業務員你不需要成本嗎 但是你可以賺薪水你說那還是不行 你需要現金 後來我才知道說原來你不是2018年 你要開始殺生的這個工作 是你已經都做了19年了是不是 那你這就不老實了對吧 你不老實的話師父怎麼幫你的忙對吧 你一直19年你都沒有賺錢 然後你還在你不賺錢的這個窟窿裡頭 沒有跳脫出來 這是錯誤的對吧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你可以不要殺生啊 你可以去當外務員啊 就是說你去應徵業務 然後你會有薪水嗎 有些民眾他是好的廚師 他去飯店或其他的那個店裡頭去當廚師也是可以啊 不需要自己殺生對吧 然後你每一次你都說你是什麼三勁肉 這個跟三勁肉是沒有關係的啊 你直接的宰殺對吧 這是沒有意義的 你這樣子你的事業要好轉 是有困難的 請你回應師父的看法好嗎 師父我懺悔 但是我認為說 我知道我的業障深重 但是以我目前慢慢在解脫當中 我是有在進步 因為我現在規劃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出那個殺生的行業 但是當中我在這殺生 我在開餐廳的時候當中 我認為說我可以在當中利用我的錯誤 在引導很多眾生走出那個殺生的行業 像我現在很多客人來的時候 他們都講他們要吃食屬 我都OK沒問題 我們有素食的東西 我們都是為客戶 我們的客戶現在都是用預約的 所以我們都為客人的訂餐來訂做 所以我說慢慢當中 就是說客戶當中我也是慢慢解脫我自己的業障 因為我覺得說很多事情如果突然改變 可能我沒辦法面對外面的社會 因為我畢竟在這餐廳開了這麼多年 開了這麼多年 這是重點 這麼多年的虧損 你沒有 你沒有增大眼睛 這個店是不能賬經營的 對吧 19年都沒有賺錢 我本來不知道是謝民宗 後來他透露了說19年從來沒有賺過錢 但是你給師父的信息是2018年 你才要開始做這個餐廳的聲音 對吧 是你誤導師父 對吧 所以你這麼長久 19年你都不賺錢 你難道愚痴到不會離開這個行業嗎 我要問的問題是在這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三天半夜我都轉了 那能夠一直在這個 而且這個行業你殺生這麼嚴重 你知道師父去你的店撒進 我全身通通寒毛通通都起來了 你那個店是老實說你要賺錢真的不容易 真的 我為什麼一定要去幫你撒進 我就是已經知道你那個店 那你十九年了你沒有你沒有覺醒嗎 你應該要覺醒嗎對吧 你不是把謝民宗帶來上課 帶來上課幫他建立正確的知見 讓他就是知道說要立他才能夠 來走入正途 不要再繼續再惡化下去 這當然是功德無量 但是你沒有下定決心 我應該要怎麼做對吧 我一直問你 你這件事情 你看你的房租 每個月要兩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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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小數目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而且還會再反撲 現在全球疫情是非常嚴重的 你要知道對吧 所以我還是希望你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我當然都希望我的學生能夠 從困頓當中解脫出來 但是你知見首先是必須要正確 你沒有正確的知見的話 你要走出來真的是會有困難的 到時候你又悔佛傍佛對吧 那這就更不應該了嘛 是不是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特別留意這一點 特別那個耀佩君跟徐徐 那個尤本陽 你們的行業也是挺 就是要特別注意 我這一次在宗教與和平協經會開會 他們就有在提到就是說 因為全球那個什麼 我本來上個禮拜就要講了 但是因為你們沒來 全球的那個氣候大幅的異常 所以也就是說 炭排炭太嚴重了 所以就是宗教團體就已經在發起 不上香不燒金紙 你看那個行天宮幾年前他就不准燒金紙了 對吧 然後現在我們像海明寺 就是我當香針師的時候就規定 只能上一柱香 而不像道教可能比較重視上香 什麼要三柱七柱啊 什麼各位書的 海明寺是一律只只有一柱香而已 也就是說你的行業會因為 它是排炭 它是就是增加炭的那個 那個引爆的程度會受到干擾 你應該我提早告訴你 就是希望你能夠提早預做準備 就是你應該要把你的行業 向外去拓展 而不是只是賣金紙 那或者是賣那個香這樣子 這是這一個是已經被鎖定 要改善的行業了 你應該師父這麼早就告訴你了 你應該要想辦法把我的行業 往正向的去發展 而不是停留在這個全球矚目的這個 那個環境的危機裡頭 這樣夠清楚嗎 就是你們就是經營箱啊 值錢的這個行業 就是被鎖定 就是說這個是違反那個環境污染嘛 然後現在已經開始都在研討 怎麼樣制定法令啊 來規範金紙跟燒香要怎麼來處理 所以能夠盡快的轉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啦 對整個人類來說都是比較合理的 好趕快我們慢了很多 因為討論了同學的事情 名人名譽 Bill Gates 我們都知道他是首富嘛 1995年到2007年長達了這麼多年的首富 到2008年他離開了他自己創的微軟公司 然後同時把580億的美元捐到一個基金會 所以很可惜他竟然爆發了那個離婚的事件 就是那個醜聞 Bill Gates說如果出生貧窮 你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不可辭 但是如果你死的時候還是很貧窮 那是你的錯 代表你沒有怎麼樣正確的經營你的人生 好聖玄語錄講 立人者仁恆立之究竟成就自己 弘字要注意了這也是聖玄語錄 立他妙法連諸如何讓諸諸指向正物菩提 正物菩提就是正物終極本質 這樣子的話端是當事人他怎麼用心 所以心始終是最重要 希望每一個人不是只有行善 因為你行善你只是在正能量的範疇200到700而已 但是你如果能夠觸及元正菩提的話 你直接就已經進入了高能量 好有相賠福 所以從這個視頻裡頭 師傅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相賠福 這個就是所謂的行善了 無相的修惠就是觸及了終極本質 這邊是正能量200到700 無相修惠是什麼 是高能量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有很多方法來經營我們的事業 包括我可以用文字寫作出書語言教書聲音聽文藝術文化 或者是飲食養生像林柔他就是飲食對吧 科技環境還有信仰宗教這些方法 這些方法都對峙煩惱和看到嗎 這個的背後這個就是煩惱和 就是讓我們很大的困擾 我們努力這個努力這個 這個都叫做世間法 這個都只是方法而已 你這個方法一定帶給你困擾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讓它走向真理 這邊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如如不動的終極本質 就是這裡 佛性波折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是什麼 超越生與滅 超越生與死 你超越生死你才不會有恐懼 無助 超越住 住就是執著 實際就是終極本質 守嫩言三昧 好 所以要藉由這些方法 這堂課為什麼這麼重要 你要方法這麼多 乃至於佛教講有八萬四千的方法 這只是舉例的一小錯而已 這些方法你要怎麼讓它走向這裡 就像教書好了 就像講佛法 也有人講 通通都是停留在拜拜 停留在念佛 停留在講行善 讓大家都能聽懂 那樣子太low了 因為那個你只觸及到正能量而已 你怎麼樣讓你的獎金說法 指向終極本質 讓你的學生 因為知道終極本質 而超越這些方法論的束縛 這才是大重點 你如果沒有進入終極本質的話 你這每一個方法都帶給你困擾 都帶給你執著都帶給你恐懼 就像譬如說 你的賣金子賣香的行業 過去都是很好 對吧 但是現在時代改變了 科技改變了 環境改變了 對吧 開始政府要慢慢立法來規範金子跟那個鄉的經營 對吧 改變了嘛 所以這每一個方法都是短暫的 因為他都會帶給我們困擾 除非你藉由他幫助眾生走向終極本質 那你才是 這才是你永恆的事業 現在師父的課當然有文字語言 有聲音等等等等 然後也有講到環境科技 宗教信仰 現在你我都是坐上了這條叫做法船 然後師父傳授要你走向終極真理 你沒有走向真理 終極真理 我不管你是賣什麼賣鑽石也好 這裡都是煩惱啊 因為他都是束縛啊 你教書也好你在國中教書在高中教書 在大學教書都是一樣 你若在煩惱和尚 這些叫做方法論 他必須要共同指向 這裡才是唯一的目的論 你用的每一個方法應該都要走向這裡 這裡讓你沒有煩惱 這裡讓你解脫恐懼 你停留在這裡必然要煩惱 必然要恐懼嘛 對吧 風吹草動就讓你恐懼了嘛 對吧 以前的大明星現在不見蹤影的太多了嘛 以前的大老虎一夕之間變成小蒼蠅的 我們也看到都不要看了 是不是 因為都在這裡嘛 你的所有的認知沒有走向這裡 是危險的嘛 對吧 所以金剛經講 見相非相 這些都是相 非相就是說 你不要停留執著於這些相 這叫做見相非相 極見如來 不是說你就看到一尊叫做如來佛 不是這樣 如來就是終極本質 你就是見到佛性 你要能夠超越這些相的束縛 我今天賣金子 但是我藉由我賣金子的時候 向我的客人傳達走向終極本質的這個方法 那你就成功了 那你就是見相非相 我藉由金子 但是我不把金子看成他就是只是金子而已 金子也可以引導眾生走向終極本質 這個叫見相非相 極見如來 這個如來是指的終極本質 就是佛性 所以金剛經又繼續講 法善因捨何況非法 你到認識了終極本質以後 就千萬別再執著了 要把這一條法傳的這個執著 扔掉 把這所有的方法扔掉 你才能夠照見如來 否則如來在你面前 你都不認識他 為什麼 你就是被你的這個方法給遮到 你都已經到了真理的面前 但是你還用方法把它遮住 你如何能夠看到他 你看不到他 是不是 你只有把這條船給扔掉 所以法善因法何況非法 把這條船扔掉 這條船就是所謂的我執跟法執 扔掉以後你照見真理 你終於沒有恐懼 所以絕處逢生 現在靈柔你也絕處 你碰到絕處了嗎 你要怎麼來運營你的生機啊 生就是生機 你需要身心靈的和諧統一 你的事業也好 你的財富也好 你的家庭也好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我只是以靈柔為例 健康這就是人生無大事 事業財家庭健康人際 就是人生無大事 沒有上課以前 我們知道止惡 我們就是不要 常常我說你不能做壞事 師傅我沒有做壞事啊 為什麼我沒有殺人放火 很多人以為壞事就是殺人放火 錯了 止惡你有沒有愛生氣啊 你有沒有情緒化啊 你有沒有恐懼啊 是不是 這些都是惡 所以我們除了止惡 你看喔 這是草坪喔 草坪上面你知道止惡 你知道行善 但是我們剛剛也已經討論了 行善還得看你出發心事怎麼樣 草坪底下就是你看不到的 這邊就叫做世間法 草坪底下的叫做出世間法 為什麼稱它為出世間法 它只指過去世 對視你過去世的造作嘛 消夜消夜就是清淨你的業障嘛 對吧方法在哪裡 所以誦經念佛持咒 懺悔禪定 然後更重要的 你需要把 誦經念佛持咒 懺悔包括止惡行善 你光是這樣 還叫做自立 你要把這一套方法 往外去回向才會轉成為利他 否則你為你自己誦經 為你自己念佛 為你自己持咒 為你自己懺悔 通通都是自私鬼 通通只是自立而已 你沒有把這些止惡行善消夜 放到最大化的利他 回向嘛 英文叫dedication 就是什麼功德奉獻 我把我今天聽課的功德 回向奉獻給所有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第一個要回向法界一切眾生 上次佛下次地獄道 你要回向 跟他們廣結善緣嘛 你的聳經念佛持咒 你的聽課才會變成利他 否則你這個都不做 你都沒有回向的話 你永遠只是自私鬼 所以你這道理一定要什麼 非常的清楚 你都沒有回向的話 你要賺錢也不可能 所以除了回向給法界一切眾生以外 你可以回向給你的事業 能夠揮煌通道 回向你的有財又有庫 然後讓你可以解脫你的財庫的危機 回向給你的家庭 回向給你的健康還有回向給你的人際關係 我們這邊有兩位同學有官司 一個是原告一個是被告 兩個是不同案子 我要鄭重的告誡大家 聖人一定不會心中 聖人不可能打官司 如果你是原告你就更不應該嗎 對吧 不管人家什麼對你不好 或者是虧欠你 你都不應該要告 興起訴訟 這是絕對的不應該 一個訴訟下來都好幾年了 是不是 那如果你是被告的話 代表你過去是也虧欠別人 你也是用惡劣的方法 控告別人 所以你今生才會變成 你要變成是被告 是不是 所以原告跟被告 都是不可信 這都是人際 師父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告訴你 你工作要有工作倫理 你師生要有師生的倫理 你師徒要有師徒的倫理 你不知道這多重要 你沒有倫理觀的話 你必然會衍生成小小的事 你就會衍生成為官司 官司是什麼 官司就在你我左右啊 官司是我們兩個談不攏 需要第三個人來裁定 這就叫做官司啊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重視小節 一定要重視倫理觀 師父常常講 你這沒有工作倫理 你要很小心 所以這個圖 我因為那個 今天給你們都已經高達4頁了 所以這幾張我都沒給你們對不對 下個禮拜我會補給你們 你不需要抄 因為你抄不了那麼漂亮的圖嘛 對吧 你不能來那就是因緣 那這個沒有辦法 好來這裡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的過去式 然後這是我們的今生 我們的過去式是主因嘛 Cosis 我們的今生是祝緣 緣條件 你怎麼樣在你的生命 這一生的長河裡頭 種下正的條件 你這邊如果是正的條件 你抓取過去式才會抓到正的能量 這邊正這邊正 這邊就是變成有貴人有順境 然後呢你這邊是負能量 你想要打官司 你仇恨別人 你打官司自己都糞糞不停 你自己就是負能量嘛對吧 這邊是負能量 你能夠抓到過去式式正能量嗎 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啊 因為你這邊是負能量 你抓到的一定是同平共振的富 來到這裡你必然要敗訴 所以我如果已經預告你 你會敗訴 請你相信我的預告 我沒有一次是失敗的 但是我為什麼還是在搶救 為什麼 我要讓你看清楚因果 因果是可以超越的 如果我從這個圖裡頭 已經告訴你 你的官司會敗訴 你就一定要小心了 你千萬不要放輕鬆啊 我都比你更緊張啊 是不是 我早就已經告訴你 你這邊是仇恨的 這邊是負能量 你能夠抓到過去式的正能量嗎 是完全不可能嘛 否則什麼叫做同平共振啊 你這邊是負能量 你抓到的一定是負能量 負能量加負能量等於什麼 等於敗訴 我現在為什麼這麼積極在搶救 我要讓你視線給你看 佛法的不可思議嘛 但是你不能只靠我啊 你去躺平的睡覺睡大頭覺 然後你靠我 這公平嗎 是不是 所以個人造業個人擔 我一定要強調這一句話 你自己的前途 你自己要決定啊 好 所以這個就是因果律 那你因果律 你如果你學佛 還是只停留在因果律 我說你是悲哀 為什麼 因為你沒得救嘛 這個因果怎麼走 它有一定的鐵律啊 是不是 你要怎麼樣從這個因果律裡頭 跳脫出來啊 就是你必須要有智慧 在這邊這是關鍵 你要超越二元對立 你必須要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剛剛林柔給我的回應 我完全不予認同啦 林柔講的是廢話嘛 他說我在我的店 殺生的店裡頭 我都勸人家要吃素 你講什麼廢話 你自己都沒吃素了 你說你在勸人家吃素 對吧 你講這個根本就是 沒有人會相信的話嘛 對吧 你在師父這種人的面前 你還斗膽講這種廢話對吧 這裡才是重點 你要超越二元對立 我現在雖然陷入苦境 我現在雖然是 現在殺生的行業 我是絕對的萬不得已 我要懺悔 是真正的懺悔 而不是嘴皮質在懺悔 私底下根本沒有在懺悔 繼續在大造你的殺生的行業 是永遠沒有 我永遠的不可救啦 這邊就是你需要超越二元對立 我現在很苦 所以我已經知道了 我這個行業是錯誤的 我怎麼跳脫啊 我不是死在這個行業啊 我想辦法要轉啊 積極的要去尋找其他的行業 我雖然處在最低迷的殺生的行業 但是我知道因果是可以轉的 我知道殺與不殺是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所以我要跳脫殺與不殺的恐懼 而不是整天停留在那 我因為認識了這個道理 殺與不殺來自於同一個終極本質 所以我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要趕快轉 這是你要積極要做的事 這邊如果你能夠超越二元對立的話 你就有所謂的行善的這一個因果律 轉成為修智慧 修智慧立刻進來的就是高能量 這邊的話是正能量而已 正能量是200到700而已 超越了二元對立 超越二元對立 佛教的術語叫什麼 不就叫中道嗎 對吧 你進入中道 為什麼佛教一直強調中道實相的重要 你進入中道以後 你才有可能觸及高能量 對吧 你才有可能開發智慧 你有了智慧以後 你才會知道我往哪裡 我可以擺脫我殺生的行業 我往哪裡 我可以真正的賺到錢 我往哪裡 我雖然在有限的生命裡頭 我可以讓我自己不恐懼 所以這裡特別的重要 這一塊特別的重要 那因為這邊不方便看嘛 師傅就把這一塊做成下面這一張圖 這個下個禮拜都會給你們 你不著急的抄 因為你抄你就 只是在抄沒有在聽嘛 對吧 我要用這一個圖 下面這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因果律 過去世加這一世的住原等於果報這裡 所以這個叫做有向的賠福 這邊還停留在 如果你行善的話 這還是在正能量而已 200到700 從這裡因為超越二元堆利 進入中道實相的那個境界 從這裡開始變成轉為修智慧 那修智慧我們從上個禮拜的 David Hawkins的能量級別表 知道這裡有四成嘛 700就是阿羅漢 800必知佛 900菩薩 最高是佛 佛為什麼是最高 他證悟了終極本質跟現象界的根本合一 所以他叫做佛 佛就是最頂點就是高達1000嘛對吧 所以你看呢 我們講我們的肉體有什麼生死啊 有分段生死嗎 我這一期 像老和尚102歲元期嘛 這一期的生命102歲 然後再來有下一期的生命 這個叫分段生死 可是聖人的證悟 我從阿羅漢證悟到 必知佛 證悟到菩薩 再證悟成佛 聖人也有生死 這個叫什麼 什麼生死 變異生死 這個佛教的名稱就稱為變異生死 變異生死不是去死啊 或是去投胎 不是 變異生死 我只要進一級 就叫我變異一級了 變異從阿羅漢變異到必知佛 從必知佛變異到菩薩 從菩薩變異到佛 這個就叫做變異生死 所以你看師父講這個佛教的名相 不是一個名相套一個名相 一個名相套一個名相 不是 我讓你看到這個叫做變異生死 所以修智慧為何這麼重要啊 怎麼修啊 你需要思維拔高 思維要蛻變嗎 那思維蛻變要怎麼修啊 要寫作嘛 你寫作以後內化了經典的指導 內化了師父的給你的詮釋嘛 對吧 你思維拔高了以後 你能量提升了 你看 這邊的能量700能量而已 這邊的能量多少 800 這邊的能量多少 900 這邊的能量多少 1000 所以你思維拔高以後 能量提升了 然後智慧彰顯了 怎麼會知道智慧彰顯了 正悟成佛 是說正悟這個人好圓滿 所以他叫做佛嘛 當然不是啊 是正悟這個人 他在有生之年 如果他正悟成佛 代表他的根本智慧 完全彰顯到與宇宙同體 所以跟他的死不死是無關的 是他的根本智慧完全打開來了 就在這兒 所以是智慧彰顯 然後果位提升嘛 阿羅幻的果位 壁之佛的果位 菩薩的果位 然後佛的果位 所以你看得到 你要修智慧要從哪裡開始 思維要拔高嘛 思維拔高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你才能夠思維拔高啊 寫作嘛 我想了很久 你沒有寫作 你根本不可能思維拔高 老實說完全不可能啊 師父教學14年 我在這邊教了14年了 想了多少的方法 我所開發的每一個方法 包括動中持作 動中禪定 乘起自信法 還有睡前開心法 這每一個方法都是師父 一步一步一腳印 自己践行了以後 證物出來了 難道我會不會為我的學生想 怎麼樣你可以進入修智慧的領域嗎 我想到都沒有方法 寫作就是最重要的方法 你沒有寫作的話 你拿到的還是失誤的東西啊 對吧 你怎麼內化成為你的指路的明燈啊 你要內化嘛 那就是寫作嘛 你在寫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去思維了嘛 對吧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還是在這裡 對 因為 因為真的 前面這些 你如果不補充的話 新來的人永遠都聽不懂 對不對 畢君老師 你說對不對 對嗎 太重要了嘛 誰能夠為你講的 這麼去細迷移啊 是不是 是不容易的 對